鱼不是吃到肚子里 但是吃到肚子里那个在我们讲就是让人家看不起 那就等于不会掉 一般拿下来以后的鱼钩都应该挂在鱼嘴里的 这是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那些有钓就会下分 都是肚子里 这个这根杆子的基本上跟这根杆子的掉性差不多 别看这根粗 这根细 这个他们俩的掉性基本上是差不多 有些时候细杆子不一定钓到大鱼 细杆子钓大鱼是更加快乐 更加享受的一种 你粗杆子就等于是说你生把它拽上来 就跟拔河一样 虽然是鱼你是盼道的 但是你没有真正享受到这钓鱼的这个完整的过程 因为你这种钓鱼呢 你完全知道鱼什么时候在咬 你怎么把它拽上来 你别看就是鱼在咬 有时候你都拽不上来 什么时候在咬 什么时候你把它拽上来 还有一点 就鱼在咬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他他三下 有时候他他两下 两下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线稍微收紧一点 尽量不要去碰到那个鱼背 稍微收紧一点 直到你看到他这两下之后 还会拉着你的线跑 这个时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你要数着 看那个线拉着 一二三缠好线 稍微一转 这个时候那鱼就马上就跟你去争 而且就是说有些时候好一点的卷前器呢 你卷前器你把它的拽放松点 鱼在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很刺激的 会有一种声音叫你刺着给你来这声 这个时候你心灰跳 然后你再把它给溜 再拿到岸上 最后一刻打下来 朋友们来到岸上 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这也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夹子 实际上不可想象 有些人说你用夹子怎么钓 但是我们就用它钓到 这就是一种成就 你用活鱼就摆在那 然后大家怎样做事 可以休闲聊天 但是你享受不到这种 钓鱼的这种不坏事 这就是说 美国人很喜欢这种钓 而且这个东西也是很多人翻译脚 希望大家就说 能够明白这个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的 尽到疑问 今天老师那个 你这个夹是沉到底下的还是 这种是沉到底下 就完全沉到底下 一般用在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都好了 这种就是 Drop shop 这种就不是完全沉到底 这个千坠到底以后 它在水底下形成 斜度要看你的杆 你可以调整 你让它沉底一点 你就把杆放低一点 你让它高一点 你让它水面水底高一点 你就把杆抬高一点 这种比较好操作 这种呢是 其实就是说 如果那什么呢 这种是最好操作 最好要的 不容易灌你 也不容易轻易灌你 灌你就是千坠 这个千坠呢 它也是非常 非常非常容易煞 不用去绑 什么都不用 这个 它就直接 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口 我从这直接插过去 直接插过去以后 两头一转 往这一卡 OK 这个千坠呢 是我自己做的 但是呢 在那个 外子都有外子 这个千坠专门就是作为 那个Drop Shop所用 因为有些人抓不上你会 有石头地 有草堆地 你要刮底就对了 鱼一定在那 你要不刮底 那鱼很可能不在那 所以说这个东西 卡到底以后呢 你就一拽 这个东西到会自己拖出来 你保留你的背 跟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钩子的完整性 然后这个大概在一尺 到一尺二之间 你也可以再稍微割一点 再往上一点 没有什么特定的 根据个人的喜好 这个东西他会把这个线掐住 这个会把他线给掐住 因为你用线有个特定 你要使劲一掐 它就会断 它这中间有个小口 看见了 这个线从那托插进去 然后呢 上面是紧的 两个很紧 卡在一起就像一把刀一样 你这样你平时用的 它就会断 但是当你卡到底的时候 你这么一拽 它自己就形成一组刀 或者自己就突出来了 你看自己就滑出来 你要我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你可以把它 卡在这一点点 它自己就会出来 有些时候一刀跌 啪 打到底 再拽的时候 也可以出来 有时候他就给你把线插端 OK 这有卖的 这个有卖的 好的好的 谢谢 这种风 所以这叫什么名字 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你要是去鱼店去找的话 这还真问道 这应该就叫 叫 它叫 你可以那个 照照相就拿这个去 它一定有 但是跟我这不一样 它有的会很长 它有的很长 这是因为我自己做的 就比较那什么 而且 它的这个重量是不同的 大致就这样 大致是这个样子 它的重量是不同的 是这个线 是这个线 您家人有空 教一下这个线 哦 这个是专门有一种勾子 就叫 dropshut 对 然后我可以把它拆下来 告诉你 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用的 就是小龙虾 因为大嘴炉呢 它现在在这个季节 它是属于产卵季节 这个东西可以补充它很多的 它所需要的蛋白质上 而且这个东西专门吃鱼卵 大嘴炉看的它是绝对不留情的 不管你脖子似 它一口就下 它绝对不留情 大龙虾 小龙虾 对 就是小龙虾 这个做的是好像优米做 对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 而且就做的很多种 这个怎么挂法 这个挂的就是 这有买线盘的一种 这个是属于swin bay的一种 这个拽起来以后它还会响 咔咔响 这个就是丢到水里以后 往回拽 它这就叫那个 Velice 什么叫Velice 就是说你那个什么烂七八糟的东西 不会卡到兜上 不会卡你 但是这个东西不用怕 当大嘴炉一咬进去的时候 它自然就开过来了 你看它这是一个弹簧式的东西 平时这么挂的 一般水草会从它身上就滑过去了 你这么拽的时候 它这有一个弧度 我就滑过去了 但是当鱼咬的时候 它自然就下来了 是一个弹簧性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你再一拽 这个鱼 就被钓到了 这个是这个人就是半浮的 还是浮在水里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像钓这种东西 你要大概知道水深有多少 然后呢你大概能够有一个时间 钓长了以后你大概知道这个鲈鱼在多深的地方 它有的鲈鱼是潜在水底的 有的是在水面 水底稍微高一点 有的是在水的中层 这个东西就是升到底 差不多你感觉到到底了以后 赶紧把线缠紧 所有的这些东西 一定重要的是你的线跟你的杆子都要一定要绷紧的 一步一步往回带 等于是从到底水这么去找 有些时候如果鱼多的时候你这个杆子刚抛过去 还没沉一半的时候 他就拉你就跑 这个时候是可能的一件事 你一缠线稍微一带稍微那么一带就起来 不要就是这么去弄 有时候会舌竿子的 有时候现在好多都在用固件 放在这样放还是这样放 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对因为鱼咬跟我刚才就说绑这个的 钩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钩出来以后 我不是要把它给藏进去吗 藏进去以后 就等于是把它的那个钩尖给挡住了 挡住以后这水草什么从这过 它不会抠到 但是鱼一咬 它往下一压 这个自己就蹦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在 它本身吃完大队楼吃虫 这么咬完了以后 它就翻板就走了 它这咬着你就翻板走的时候 它已经就带 这时候你就会带着你的线走 这时候不要给它 数一二三 缠线 首先先要把线缠紧 一带 然后你就可以尖叫了 你这个方法太好了 女士们都可以尖叫了 因为我有带我太太去玩吧 我刚开始钓的时候 很无聊 他觉得很无聊 当我钓几条以后 他在旁边啊 就跑过来掉 我说你也来啊 结果他现在钓的这些方法 他就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使用这种方法 我看你这个鱼儿钓得是非常开心 对这个是两种是最容易上手 而且还最好用的一种方法 我看你刚才还有一个 你哈贝 那个 那个是不再半水面 哪一个 像鱼一样的 像针鱼一样的 有一个 哪一个我 刚才看有个像针鱼 像针的鱼 真的小鱼 那个是属于swin day swin day 对 那swin day 他是就是说 丢出去 就像那种东西 一定是有多远丢到多远 因为你刚到这 你不知道鱼具体在哪里 对 我们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就先把能扔到多远 我就扔到多远 然后我一路一路慢慢找 到这个点 我认为有的 我停一会儿 我抖几下逗抖它 如果没有 我再往回带一点 一路一路找回来 一路一路找 如果找到这条鱼 在这个位置 下回我第二根 钓上了以后 我还会在这位置上 再钓一两次 如果没有就没有 如果有 肯定还有第二项 然后呢就可以 就是说 一定要这么去找鱼 这个速度 慢慢甩根 这种东西 为什么说要 肝子一定要轻 卷气要轻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我没事劲儿大 我可以甩 你甩一会儿你就会累 这种呢 要是用的轻的解烟器 轻的肝子 然后就是比较细一点 它这肝子还在说一下 有两种 一种完全是碳素的 它的敏感性极高 强度也很大 但是有一点 一寸很脆 容易断 还有一种就是 fiberglass 就是玻璃缸的 但是这种肝子呢 它比较软 它因为它太软 它做不了太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它的compile 它们俩合在一起的 又是玻璃缸跟碳素 把大家的这两种特性 全聚集在一起 既轻 然后呢 又有一定的软度 然后又不易折断 卷气干的 要轻 而且就是说 1000的卷气 就是这种 不管是Shmano 不管任何牌子 1000的 卷气就足够 1000都够 对 这个是2500的 对不起 这好像是2500 我那个拿的是3000的 因为我那是 它那个C4是比较最轻的一种 一般我建议大家 叫1000的就足够了 差不多打6帮线 然后每一次钓完鱼以后呢 要检查 养成一个习惯 无论是你钓什么 你要检查你的这个 鱼线的这上半部 是不是有划生 因为有些时候钓急了 一钓断线了 就是因为你每次钓完以后 你不用去检查这个 你手一拨很光顺 就说明这根线可以继续用 如果你摸着咔咔咔的 对不起 坐下来 把它搅一遍 重新再坐一遍 这样不会让你钓到鱼 兴奋的同时 看着鱼跳起来 说说拜拜 这就是我的这个一个经验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很开心 差不多这种两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 还有就是说 可以说一下 有一种的 就是老邱刚才已经都给大家讲了 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 基本上这两种 如果大家能学会的 可以用很长时间 而且玩得也很开心 也不会太累 因为你有甩的一些假耳的话 用的杆子跟卷晕器 又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说呢 你没有必要 就是说弄到最后自己都迷惑了 我不知道有哪个 首先你先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 能上上鱼的 能开心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建议 至于以后你想向更高的发展 一定会 等你当你钓上它 认同它以后 你看别人 哎用那种钓好 我也去那什么 到那个时候 你就要换一套 换一套装备 换一套钓 就要重新一套 因为每一种 每一种 都是要重新开始 这就是我所建议的 今天呢 我也就给大家讲讲这些东西 有什么疑问呢 尽管能去问 我可以 我问一下 这个你说有个杆很软 有个杆很硬 那这个软着也能掉到很大鱼 为什么要用一个硬的杆呢 硬的杆是用的硬的那个背 对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给我 你要大的背 对 这种的东西呢 事实上这种东西 它是在夏天用的比较多 用的地方是在哪呢 是用在树岔子里面 因为夏天就在合 咱们就像这种合钩的 它有的树 树长到水里去 那个鱼呢 它会躲在那个里边 它是不动的 它自己有自己的地盘 你别的鱼来 它就攻击你 然后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要选择的是 这种比较硬的一点 比较硬的杆 这个杆都算软 还要比这个硬 这个线要用到15磅的线 然后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 后边是spitra 就是break 前面呢 加上liter差不多两尺到三尺 就是一米左右的这个 叫fold cover 我们叫他们的一般脚 叫看不见的线 差不多15磅到20磅之间 我这个就是 对 然后呢 这种吊法叫flake 它不是说甩 不是说丢 因为你丢不好 因为它就在这个洞里 这个拿起杆了以后 拽就这个 放在这个 砰甩进去 对甩到这个点 这也是一趟技术 这后 现在一般也不是说那什么的 你要甩多远 你就要甩在上面 一般在船上它们都是 甩到那以后就在那斗 斗斗 一咬 要非常快的速度把它拽出来 因为什么 你稍微码了 它钻到洞里 钻到树里边 你就拽不出来 所以说一定要硬 这个杆子一定要硬 线一定要粗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 Critter 没有这个东西 这是咱们人类想出来的 老美想出来的 它到那就是起什么作用 其实那鱼并不是想吃东西 因为你在他们家门口是又吹又唱 又在那跳舞 很烦 它会咬你 它咬它不是说吃 是它咬你给你拿到一边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之内 我们必须一有感觉 很快就要把它拽上来 这就是用这种 这种的背的方法 因为它这有一个 也是为了防止 这个钩啊 钩到水草 因为你丢到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里边有树枝有水草 因为它藏在里边 你就丢在他们 他们家门口 它在那 在这斗子蹦啊 斗啊蹦啊 它很烦 它就会来攻击你 它攻击你 不是说想要吃你 它是想把你给 给丢到一边 就要掌握在这一刹那的时候 它嘴一张一咬进去 你有感觉赶紧缠线 蹦给拽出来 所以肝子一定要硬 要fast action 快速 对就是要快速 这肝子为什么fast action 是因为它这个硬 你硬呢你就快 软呢就慢 有时候软呢 就是说能够延缓这个鱼 你太快把这个鱼钩 从鱼嘴里顿出来 可以延缓这个 因为咱们用这种甲耳 就是让它硕硕实实的 把它给勾到嘴里 这种东西勾的 有些时候可能会勾花 可能咬的不辞实 或者咬的不进去 你会跑鱼 这种方法 但是你要掉熟了以后 你一掌握到它一小时 拽线子的时候 它往里走的时候 或者往外走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 这是一个经验 经常钓 很快的速度 产颈线 砰 这个给它拽出来 其实不是太远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 到那那么远的距离 就丢上去以后 在这 斗斗斗斗了 因为这七尺杆 已经到那附近 在那斗斗斗了 一瓶 就拽上去 所以说是用这种东西 那杆子就要选择硬的 硬的不是说没有 也要用 但是它的钓法不一样 钓的耳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钓大嘴炉 它有很多种方法 很多种钓耳 你就要用选择不同的根 你像它用那个 boost那种根 就一定要软 刚才咱们 我看咱群里有一个 拿了一个红杆子 那个杆子就完全是 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它那个是很软 它那个就是 应该是fiberglass 比较占成本高 是marktson的吗 对我不知道是 哦 不好意思 对 发了追老师的 对 那个是红杆子 那个就是说在你往回 因为它是往回走的路程 它是在走 运动中 鱼也是在运动中 鱼咬过来 如果你太快 可能就把那个 从嘴唇里勾出来了 但是那个 怎么样去减缓 那个速度 就靠杆子 那杆子软嘛 它一咬下去 它先卸下劲去了 就等于就又给你 你没咬进去 我再让你咬一下 然后咬进去以后 它一软 再往上一抬的时候 又成为一种弹簧性的东西 就直接啪 挂在嘴上 就缠回来就好了 就是不同的鱼饵 不同的 就是这根杆子 它用的这个也是正确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在水里 有时候你 潺快啊 潺慢啊 都有影响的 鱼有时候追的快 它就咬的死 有时候追的不快 咬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你杆子太硬 你一下就给它疼 一下就给它勾祸了 但是这个杆子软 当你这个力从这 从这个力道从这发出来的时候 它到这的速度就比较慢 这减缓了你的发力 它为什么叫这个 这个属于B的 或者Slow的 因为它这够硬 你看它这个 甘子一直能够 一直能够到腰身这个地方 这前面都是这样 很软 所以当你的力 你在拽这个缠的时候 好比你在缠 一咬一感觉到 咚一下一咬 有些时候快的时候 啪 你在这么一抬的时候 当然这个抬的时候 看着很快 可是你要在水里 它有阻力的时候 这甘子自然而然 哗就下这一下 这个时候就给一个鱼 给一个千分几秒 或者说百分之几秒时间 让它咬的更磁实一点 你的力呢 就达到你的这个 肝尖的时候 就减缓了 你要硬 你的力一发出来 要硬肝子的话 马上就到这 到这以后就传到这 可是这个肝子 你的力在发出来的时候 它先走到这 从这再走到这 您想想 它又减缓了一个时间 让这个鱼 再把这钩咬的更磁实一点 就是能够保证这条鱼 磁实实在你嘴里跑不掉 而且这个肝子软了以后 它怎么拽呀 对你的线损失 对你的这个什么呀 你就可以在这进行的玩耍 然后有时候可以拍拍video 然后看那鱼怎么跳出来 嘿 放我吧 你说拜拜过来吧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说选择的肝不同 你说这个要是在树叉里面 你是要把那鱼丢到树叉里面 还是在上面 在里面 就直接它叫肥腊 它就是这种 不好意思 这是下来的 它是这种的一种钓 干净干净干净 基本上就是拿着这儿 就这样 就甩到这儿 基本上就是这样甩 那也是前提 它是要甩到树锅里边 这种方法他们叫腓力 就基本上在这儿 也不是太远 这个扔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往上带上劲 稍微崩一点 然后一挑杆 基本上就每回 就扔到那儿 然后有可能一次两次都扔不到 但是呢 也就扔到一次那鱼在那儿 它就可以跟这世界说拜拜了 不过有些时候我们再让它回去 都是磁木啊 有米粮的 它都不挂多了 挂得出山了 对呀 所以说这个 那个耳要特别刺别 所以说这个耳呢 那我明天喝出的耳 对 所以说它这个肺 你看上面它边有一个毛刷子 这个毛刷子呢 就是当你在拽的时候 所有的那些水草什么的 它就从这上面过去了 但是这个东西对大嘴炉没用 大嘴炉是咬合力很强的 咔一下就给咬进去了 这就是说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那什么 还有很多呢 可能也一时八卧讲不太明白 因为讲多了 我怕大家这个混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我 大家讲个故事吧 对我强烈的建议呢 就是如果是刚开始钓 或者说钓那什么的 就是采用这两种方法 一个是泰沙瑞 一个是这个 抓不上 女士呢 用抓不上是比较学的快一点 因为这是我亲身体体验过的 因为我太太最后让我给搞上瘾了 它就是这一种方法 也钓了很多很多大嘴炉 然后呢 像这种东西 像这种抓 这种泰沙瑞在五六五月中旬以后 一直到九月份 九月底十月初 在加州啊 在这我不清楚 因为它季节变化 一直用这个方法都能钓到鱼 而且这种方法可以用不同的费 不同的方法去 有很多 别的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好多greater的东西 也是很那什么 一杆两截的和一截的 两 基本上呢 我建议大家用一截杆 因为两截杆有些时候 不是太那什么 因为它中间这有一段 插的这一段 它有一段的一个重量啊 跟什么会影响到一点 一点点 有些时候会从这断 我断过 我断过从中间断的 那时候我甩的 有时候可能没甩好 甩力大了还是怎么样 就把中间那咔就断了 所以说用一根的 它的整体的这个感觉 还有这杆的这个敏感度 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钓这个时候 你会能够清澈的感觉 它的鱼在 两下 有时候是 就一下 有时候一下就拉走 很多种情况 而且这杆子 如果说好杆子呢 就是把这全部撤掉以后 我把这个头 放到我喉咙那讲话 你手底下你能